好消息好消息啊 你看大家看我这半夜三更的迫不及待的录个视频告诉大家 尤其告诉新加坡的朋友们 在7月26号 没错就是这个月的7月26号啊 你们拿起护照就可以去中国了 就15天的免签跟你们以前是一样的 记得一直以来我会碰到人会问他们 有没有去过中国啊 他们就会说哎呀签证太麻烦了 室友想去 但是办签证太麻烦了 要半夜三更的去排呀 还不一定排得到 就是很多新加坡朋友都在抱怨这个事情 我记得我曾经也录了一批视频啊 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因为去中国办护照在大使馆那里排队呀 他们都放弃了去中国 现在你们的期盼好消息来了 你们可以直接拿着护照去我们中国了 我跟他们在说啊 没有结婚的小伙子们 我是建议去四川啦 重庆啊 杭州啊 杭州啊 这些地方的美女特别特别的多 真的 美食也多 美女也多 这个是对单身的小伙子们的建议啊 如果是要看雪的话 那我是建议大家呢 在快要过春节的时候 在我们国家的北方啊 大部分都会下雪 当然啦 新疆啊 哈尔滨啊 这些地方下雪会早一点吧 但是突然间一下去那么冷的地方 你们自己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小心不要感冒了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想浪漫一点的 或者是也是单身人士啊 那就建议你们去丽江啊 云南的大理呀 这些地方呢 就是会适合比较休闲的人士 就是本来就是生活比较疲劳 然后去那些地方呢 就是慢慢的去边走边看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啊 如果你们去中国旅游啊 看看你们在新加坡 手机能不能下载一个 叫美团网 或者是支付宝 好像新加坡很多人都有 你们可以在支付宝的 非猪网啊 上面去订酒店 订机票 很便宜的 同城啊 同城的机票也是很便宜 还有一个叫去哪儿 这些网站的机票都非常非常的便宜的 会比你去窗口买要便宜很多 然后 说真的 我听到这个消息 我都很开心了 替大家开心了 因为我接触过很多人 他们是聊天当中是非常想去中国的 同时也是很开心的 就是你们可以带上你们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带上你们的孩子 但是我是真的不建议你们在七八月份去呀 真的因为不是探亲的话我建议你错开七八月份 因为七八月份那些暑假 高考完的旅游的 然后还有很多到处的景点呢 都是小孩 我相信不管是坐飞机 还是坐船 还是坐车 大家都是不喜欢跟小朋友们在一起 因为太吵了 你本来旅游的时候是很累的 但是如果在车子上啊 或者是哪里都不能休息片刻 就是小孩子的吵闹声啊 我是建议大家过了九月再去吧 到九月份去 就是七八月份不要去 当然了 很多人是迫不及待的要过去看看 或者是去探亲 那是自己选时间了 如果是你们哪里不懂的也可以留言 我看到了我会回复你们 也真的是替你们开心了 因为你们可以拿着签证就去我们中国了 迫不及待的分享给你们吧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去看看 去中国看看 看看中国有多美 九月份去的时候呢 衣服不多不少的 就是刚刚好 而且暑假嘛都开学了 小孩没有那么吵 当然了 要你们也去看一看中国到底有多大 中国到底有多美 真的是很美很美 可以比你们在电视上看的那美多了 想吃很好的东西 那就新疆的羊肉串啊 新疆的水果啊 都是很好吃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多走走 多看看 当然了上海啊北京 一定是我在聊天当中大家都去过的 我觉得大同小异了 也就是大都市 不过呢 就是各个地方 有各个地方的美食 风俗人情 有空的话都可以去看看 中国我自己一直以来都太忙了 忙着赚钱赚到钱眼里了 所以我都没有在中国去过哪些地方 我去过南京去过北京去过上海去过珠海去过深圳 当然了我去的一些地方也都是我们比较热门的城市吧 其实真的 我相信你们在中国待上十天半个月都不想回新加坡了 因为中国的美女也很多 美食也很多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开开心心的去 高高兴兴的回来 期待你们到中国去 欢迎热烈欢迎 欢迎热烈欢迎